好的同学现在我们来到讲义第三页的标题五 你在标题五的旁边呢你要写一下 就是冲量就是动量变化量 这个地方我们要介绍一个新的物理量 这个物理量叫做冲量 冲量它的符号是J 而冲量呢它其实就是动量变化量 动量变化量叫做DeltaP 那实际上呢我们可以把它用数学形式来表示 就是质量再去乘上速度变化 那你这边会有一个疑问 就是说DeltaP我们说P啊 P叫做MV对不对 那如果说我们要加上Delta 加上变化量变成DeltaP 那DeltaP应该要写成Delta的MV啊 对不对 那你心里就会想说老师 为什么不是DeltaM乘上V呢 那老师告诉你啊 为什么呢 比方说我们今天在丢一颗球的时候 请问这个球它在移动的过程 或是撞起的过程当中啊 它的质量会莫名其妙的不见 莫名其妙的减少吗 当然不会吧 所以呢我们并不能把它写成 DeltaM乘上DeltaP 应该要写成M乘上DeltaP 这样子 所以要注意哦 我们的动量变化量呢 要写成质量乘上速度变化 好 那么除此之外 它又等于什么呢 它又等于作用力再去乘上 所经过的时间 这个我们在之前就已经讲过的 好 所以因此呢 以后你看到冲量 你就要想起动量变化量 好 那么它的单位是什么呢 它的单位啊 就跟动量一模一样 动量是质量乘上速度吧 所以它的单位就是质量 公斤 再去乘上速度 公尺除以秒 它又会等于作用力乘上时间 那作用力的单位叫做牛顿 N 时间的单位叫做秒S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动量变化量 又称为冲量 其实就是NS NS什么 NS就是Nintendo Switch 对不对 好 老师只是帮助你记忆而已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讲义第四页 在讲义第四页下面啊 有一段文字叙述啊 从那个数字二到数字三 它其实就在描述一件事情 在描述什么呢 它主要要描述我们今天啊 不无论是开车撞墙啊 或是从高空掉到地面上啊 只要我们在触地 或是接触到地面 或是撞到墙 接触的时间小的话 冲启力就会大 接触的时间长的话 冲启力就会小 为什么呢 比方说这是何老师 他今天开着车 假设何老师今天的质量是70公斤 这个质量是70公斤 70 那此时呢 假设我今天呢 以时速72公里 每小时的速度去撞墙 那时速72 相当于秒数20啊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我的 如果撞墙的话呢 我的速度变化就会是20 你说老师 为什么是20 因为当我去撞它的时候 原本我的速度是20 撞到墙之后 因为墙不会动 所以我的速度啊 就从20变成0 因此我的速度变化就是20 那么当我速度变化是20 而我的质量是70的时候呢 这时候我 我所接收到的冲量就是1400 那么由于啊 我的质量固定 而且呢 我在撞击墙之前 我的速度固定 就表示说我的动量变化量是固定 也就是说我的冲量是固定 也就是说M乘上V这一项啊 是定值 既然动量变化是定值 那就表示说 如果我今天在我的车前面 加上一个软垫让这个接触时间变长的话呢 那么我自己所受到的作用力就会小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汽车要加上安全气囊的关系 那么假设我今天没有使用安全气囊 没有使用安全气囊就会导致 我今天啊 接触的这个时间很短 也就是我受到撞击的时间很短 没有那个缓冲空间 可能就变0.01秒 那如果说我今天的受到撞击的时间是0.01秒 那我会承受多少力呢 我们就把这0.01除过去 就是1400再去除以0.01秒 那么就会得到我承受140000 14万牛顿的力 好那当然这边我只是做一个假设啦 实际上接触时间多少我不知道 也就是说呢 在这边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 当我们接受到的冲量是定值10啊 时间接触时间如果少 受到撞击的时间如果少 表示这个冲击力 也就是这个F这个撞击力就会很大 那如果我今天呢 有很多缓冲空间 我今天立的作用时间很长的话呢 此时啊我受到冲击力就会很小 感谢观看